近日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召开网络研讨会 本次的主题聚焦近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在过去的一年里 人工智能技术成为热门话题 这项迅速发展的技术经过人类数十年的研究 如今已经取得突破式的发展 我们目睹了能够撰写科学论文 法律摘要和新闻通稿的聊天机器人的问世 但这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大担忧 本次研讨会有请到了ServiceNow Research研究科学家Hector Palacios 哈佛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高级研究员Chris Deed 以及IBM沃森人工智能X-Prize首席技术顾问Sean McGregor 三位专业领域的嘉宾 为民众讲解人工智能的例与弊 另一方面 有人认为如果合理使用 人工智能将成为教育 新闻 科学 以及其他人类认知领域的革命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Lina Khan最近表示 人工智能可以带来关键性的创新 但同时也有可能加速欺骗和自动化歧视 There are cancer specialists, oncologists now, who have AI partners The AI can do something that no cancer specialist can do It can scan every morning 1,500 medical journals online and see if there's something new about the treatment of a particular patient It can scan medical records worldwide of similar patients 在研讨会上 专家也就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以及他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 为与会民众进行了详细的解决 在研讨会上 专家也就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以及他能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 为与会民众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同时也探讨了人工智能数据中潜在的偏见 以及争议性的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创意素材 来培养训练该技术的问题 凤红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